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老婆帮我打理我的生意 日后生活会好过一点 而且我的团队也能找得到吃是最好的 对啊 那时候没有做生意 可是还是要付钱给员工 都挨挂了 所以现在希望以后会更好 我们也是有开半天 因为我们有做很多那些政府部门的车 我们是要服务他们 所以我们会拿那个信来开店 所以是没有什么影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